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我们大人学一直以来 专注于谈那些成为成熟大人的过程中 必须去面对的人际关系难题 比方职场的人际关系 恋爱的人际关系 伴侣的沟通 内向者的沟通等等 但是有一种人际关系 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但也相当棘手的 那就是家庭关系 相信不少人在长大的过程中 一定也都经历过与父母的各种争执 甚至是各种控制与被控制 我们希望爸妈可以放手 让我们自己做决定 但爸妈则是觉得 我是为你好 虽然我们也知道 父母确实是为了自己好 但在这段关系中 各种思想的冲突跟碰撞 总是令我们身心俱疲 因此我们大人学特别开始了 这堂成熟大人的父母相处指南 在这堂课中 我们会利用理性加结构的概念 拆解许多父母跟子女矛盾的议题 并且搭配人际动力学 权力变化的原则等等方式 告诉大家该如何让父母关系不再恶化 如何降低婆媳冲突 如何让曾经上对下的关系 转变为平等相处的关系 不需要吵架争执 不需要抱怨 只需要让自己的理性介入 你就可以从控制 与被控制的关系中挣脱 不再被情绪勒索 不再被孝顺绑架 走出冲突以外的全新可能 欢迎透过下方的说明栏 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旧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 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质压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 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比较特别 平常可能都是我自己 念读者的信 或者我有一些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我们可能邀请一些来宾 我来访谈 可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配置 我请了我们内容制作部的一些同仁 来跟我一起来聊聊天 甚至可能比较是他们来访谈我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会有一个 可能比较主要来协助当主持人的 是小六 小六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小六 然后呢会有mini 还有余轩 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啰大家好 我是余轩 大家好我是mini 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小六 今天我是来宾 我不是主持人了 太开心了 好的那其实呢 说到这一次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找了父母关系的问题 因为其实呢 在现在这个时间也快要过年了 过年就是大家最头痛的一个状况 上个礼拜好像我们其实就讲了一集 是在聊父母关系 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我们今天呢 也是有一位听众的来信 那这个听众叫文森 文森其实寄了两三题来 但是我们觉得 其中一题是关于期待 这一题是在我们几个同仁之间 我们都觉得蛮有感觉 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 就是你最有共鸣的 对 非常有共鸣的 大家最有共鸣的 好 我先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来信的内容 那文森就问说 该怎么回应 或是要让爸妈放下期待 那其实文森来信就表示 他从小是一个不错的学生 可能是第一志愿国立大学 那父母也觉得 哦 他是会读书的小孩 那父母感觉也蛮开明的 会尊重他的决定 可是其实也感受得到 父母希望文森走某一个方向 例如 父母就会希望文森回南部工作 那即使文森已经跟他们解释过很多次 他的产业是媒体业 在南部可能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有什么状况 那爸妈就会说 那你要不要考公务员啊 你喜欢念书 可以读到博士 那文森就说 父母总说恨铁不成钢 那在他们的眼中 人生是有不同阶段 所以未来呢 要娶妻生子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时间到了就该做 很显然他也受到一些父母逼婚的压力 那他其实有提到说 他的妹妹是一个居家 而且听话人 就是从科系到公司 都会问爸妈的意见 而且下班就回家 爸妈也就是觉得很高兴 可是文森觉得 这不是他要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很难回应这些期待 那其实文森又有提到说 他就居住在台北 保持一点距离这样子 但家里好像不太开心 然后一直希望他回家住 这大概就是他来信的内容 那我们看到这封来信的时候 其实很有感觉 因为像小六本人也是在北漂的这个青年 没错 你是青年啦 没有问题的 是是是 然后mini那边好像也有类似的故事 对 其实我自己的经历跟这个文森是有一点像 就是我也是在台北读书 然后读的也是媒体相关的科系 然后做的也是媒体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的父母也常常跟我说 哎呀你就回南部来工作啊 考个公务员也不错嘛 就是因为我也是读国立大学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哎这个你应该蛮会读书的 考个公务员 应该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我后来自己也是面临很多像文森这样子 就是父母期待你做某一件事 可是你其实不是那么想 然后像此刻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我弟弟刚好研究所的学业也 告一个段落 然后呢他此刻也想留在台北工作 可是父母也有这样子的期待 所以他就会也和我有同样的困境 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因应这样的情况 这样子 那于轩有类似的故事吗 我觉得我的故事比较像是 家人可能听到其他的邻居啊 或是其他的就是阿姨们他们的小孩子 可能有就是例如说他们去考公务员 然后薪水很不错 然后很稳定 或是谁谁谁薪水很高 然后我的爸妈他们就会推荐我去做那一个工作 嗯 然后我每次都会觉得 就是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妈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 但是他们会推荐我一大堆 就是其他人的方向 然后说 诶我可以去做做看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蛮困扰的 对 他们很想帮你规划人生 他们就会说 诶你英文很好 应该可以去做什么 总之就是有一种 呃你好像 呃现在你只要偷偷的 就是透露出 你有哪一点点觉得不满意 他们就会帮你出主意 那不知道就会给我们什么建议 以及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呃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其实真的还是我们一路在podcast信箱中 还蛮常收到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父母关系 可是我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倒不想要在父母关系上面 啊 琢磨那么多 啊 不是说你不能做什么事情 你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们之前有一堂课啊 那方法里其实课程里都有 那我今天我比较想讲的 比较是说 我觉得其实真正在这个困境中啊 我会觉得他其实比较是一个 自己跟自己一个对抗的一个过程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大部分会写信来的同学 都是有选择的同学 意思就是说 父母说 诶你去考个公务员 你很会读书 诶对 我会读书 对不对 我要去考 可能也有机会考得上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哦 好像呢 也是一个建议 也是一个选择 我也确实可以回家 然后做这件事情 好 爸妈的建议也没有不对 也没有没道理 那只是我现在也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好像想做 然后我可以做 然后我有一点点兴趣 可是那个兴趣又不是很确定 不是很明确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 这件事情的关键 是真正你要什么 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 他对他想要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很坚决 很坚定 就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要去做 那你说爸妈讲什么东西 哦 好好好 我听懂了 我知道了 好好好 放一边 或者是说 我根本不可能有能力考上公务员 那爸妈在那边讲半天 哦 好 妈妈 你讲的有道理啦 可是 对不对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 那可是你会被干扰 然后你会觉得 好像我该想想我要反驳 或者我要去说服他们 或者是我觉得这样 被他们讲的 你知道心烦气躁的 就是因为 他们讲的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道理 然后我也不是做不到 可是我就是没有兴趣 可是你真的问那些 你知道夹在中间的人 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你想做什么 什么是你最终这辈子 你绝对不能放弃的 他可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真正父母关系 某种程度 他凸显的是 我自己的人生方向的一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 其实前段时间 刚好有几个 有点像是那种二代 也是跟我聊这个父母关系 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 他其实也是爸妈 一直很希望他回去接班 进他们公司 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啦 爸妈会帮你安排啦 不要在外面 那个什么吃苦什么的 可是他就说 他有一个他很想做的事情 他想去美国 然后不知道做一个什么技术 细节我有点忘 然后呢 他就说 虽然爸妈一直逼迫 可是他就觉得 对不起爸妈 我知道那是你们的梦想 我知道你们很看重 可是我有我更在意的事 这是我的人生梦想 我知道你们会失望 我知道你们会遗憾 可是那没办法 因为在这两件事情的冲突中 这件事情我不能退让 我不能为了你们而放弃我 这个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我要去做 我现在我day one 就让你们知道 我没办法接受 可是另外有一个 类似的情境的一个同学 他没有真的想去做什么 他可能念了大学 念了硕士毕业 然后你说他去外面找个工作 可以 那回家继承 也可以 对不对 做任何事情好像也都可以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很迷惘 因为爸妈讲的也有道理 可是听爸妈的 他又有一点心有不甘 那这个心有不甘 又没有大到让他觉得 他想要去整整在这件事情 为自己fight 那我觉得就会卡住 他会不会是 其实是很怕破坏这个关系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去顺应 但是我确实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很想要 在台北工作 但是我们又很怕去破坏那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都说情绪勒索不好 但所以这让我觉得 我是不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情绪勒索或爸妈 然后很有罪恶感 我完全可以理解 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情境中 一个真的就是迷惘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他知道他要什么 可是他又觉得说 我做这样的事情 那爸妈的期待 那到底我该放到哪里 对不对 可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观点 我来提醒大家 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在世 你终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开心 其实你想想嘛 你做某些事情 一定有些人会觉得 那个东西 对不对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那我想要讲的是说 你一定在人生到了某一个年纪 你就开始要做一个决断 这个决断是什么呢 我接下来的人生 我要为谁来过 那这个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说你为自己过是对的 或者为爸妈过是不对的 这个不是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是我们每个人 本来最后就会要做一个抉择 我 到了今天 我的人生到底要花在谁的身上 时间也好 精力也好 钱也好 资源也好 这没有对错答案 每个人最后会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版本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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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下来就要开始去想 爸妈一定会有他的一个期待 可是这些期待 有些东西我可以简单的达成 有些东西我可能终究会让他们失望 那问题是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他们失望了 然后呢 有可能你会说 我不行 我就是要让我爸妈开心 好 那没有问题 那你就要奋力去做 可是奋力到最后 如果你发现 我其实 做不到 他还是失望 可是这中间的努力 你不觉得 其实就白费了吗 像我自己来说 我爸妈也会有些期待 那些期待 如果我觉得我做得到的 简单的 我可以稍微拼一点点 就达成的 我可能会配合 比方说 你周末要回家 我可能说 我没办法每周回家 可能两周回家 对不对 三周回家 这个我做得到 我可以承诺 我也可以尽量达成 可是他说 你一定要去做一个 他们认同的职业 好 这个我知道我做不到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 我必须要一辈子配合的 那我做不到 我就会在day one 就告诉他们 对不起 我真的没办法 知道他们会失望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互动过程 你让他们失望 他们有些人可以修正 有些人会不能修正 对不对 有些人不能修正 可是至少你要踏出这一步 你才会发现 我们到底这个关系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最后会变成怎么样 可是如果我永远委屈自己 你就得要一直委屈下去 如果做得到 那没事 做不到 那最后 总还是有一边要失望 我会希望 就是听众朋友 你如果有类似的困境 只是你真应该问自己 在这个冲突中 对我而言 什么是最重要 是我绝对不能妥协的 意思就是说 职业他觉得不满意 你住在台北他不满意 你将来找到一个 你觉得你喜欢的人 他觉得不满意 所以假设今天 你找到了一个 你喜欢的人 然后你爸妈说 不行 你要跟他分手 那这个时候 你要做什么呢 你说 我就是一辈子 要当乖小孩 所以我就分手 我就在找另外一个人 如果这个事 你觉得你做得到的 那我没有意见啊 可是我相信 其实搞不好 很多人都试过 然后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 他遭受到爸妈 很大的指责 不管情绪勒索 或者是爸妈生气 爸妈难过 爸妈哭泣 然后让他妥协 可是他又很不快乐 甚至两代都不快乐 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的建议就是 你本来在做某件事情之前 你自己就要问自己 你对于达成这个目标 你真心愿意牺牲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这个讲起来有点沉重啊 可是我真心觉得 很多人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因为你就是没有觉得说 这件事情真的值得你牺牲一切 我的意思是说 大部分的人 你的人生可能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真的 你觉得我一定要做到 不可 你没有觉得说 我真的要做到不可 我愿意让他们生气啊 像我自己 我其实很早的年纪 我就有想过一些事情 比方说 我不是很想生小孩 我妈在这件事情上 一直到她过世之前 她其实都不是很谅解 然后也每次见面 或者是你知道 或者是每年都会大吵大闹 可是你知道你不能退让啊 因为你退让了 你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 真的可能执行的很顺利 那你就不能退让 因为你一退让 你觉得说你为了她开心 可是最后 你可能没办法做好 你还是会让她不开心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真的退让 然后退让一辈子 然后你觉得我无所谓 那就退让 可是如果你做不到的 你就要想想 那退让下去呢 我不是鼓励各位 要去反抗父母 或者反驳父母 而是我会希望说 在父母关系 这个冲突上面 其实你真正想要 问自己的是说 我有一个想法 跟我的父母是抵触的 好 那这个想法 到底对我而言 有多重要 重要到我愿意牺牲一切吗 重要到我愿意 跟他们吵架吗 如果你最后说 没有啦 没有啦 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的关键 父母关系 其实还是最关键的 好 那你也想清楚了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的诉求 就是相信思考嘛 你理性思考过 然后你盘点过 在这所有的人生抉择中 什么对你而言 真的是不可退让 那那个东西 会是你接下来 该努力想要怎么达成 换言之啊 就是我觉得大家 就是会把这些事情 想得太过轻松 会想说 我们能不能学一招啊 去跟父母讲一讲 他们就会放下了啦 然后就觉得可以认同了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先要把这个事情 推到极致 推到极端 万一你的父母 永远不退让呢 比方说政治立场上面 他永远不退让呢 或者是他就是很讨厌 你喜欢的伴侣呢 他就是永远不会接受 你想做的事情呢 对不对 你想拍电影 爸妈就觉得这个 他不喜欢 没有前途之类的 那你愿意为这件事情 冲撞到什么程度 我没有鼓励大家冲撞 可是我只是鼓励你 至少把这个东西 先提到前面去想想 因为很多人 第一步想的就是 我要怎么去说服爸妈啦 对不对 他们就是老顽固啦 就是讲不听啦 就你来帮我讲 我也不一定有办法帮你讲啊 因为如果你对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坚持的话 其他外人 更不可能帮上你任何的忙 那就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就有提到说 像是面对职业 如果真的不能退让的话 就是在day one的时候 就跟父母说 这个我真的无法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 说的方式或是后续 我们可以拿出什么成绩单吗 让他们比较安心的那一种 这个我其实在课程中 反而其实比较多琢磨是在这一块 因为课程中讲的比较都是方法嘛 可是我觉得在用方法之前 我刚刚前面那一长段 其实比较就是跟大家分享是 你在用方法之前 你至少要厘清自己 到底真的想去哪里 你明确自己要去哪里了 你也想清楚要去那边 你要付出的代价到底多大 然后有可能你在过程中发现 其实我父母也没有那么老古板啊 我用了正确方法之后 他们其实也就退让啦 也就理解啦 也就接纳啦 那其实你就会觉得啊太好了 我的人生豁然开了 那可是一定也有一些同学 你碰到的父母没有那么开明 甚至父母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我相信 我们大家在座的几位父母 可能都还好嘛 有些人的父母 他真的就是有一些状况 对不对 有什么欠债啊 有药引啊 毒瘾啊 对不对 甚至会情绪勒索拿钱的 对不对 那你也到某一个地方 你可能会觉得 我可能没办法再这样子 牺牲自己下去 对 那回到于轩的问题啊 我觉得父母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听众 我会尝试的 其实是会告诉父母 我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跟父母的期待 可能一定会有落差 沟通我承认还是第一步 因为有可能父母不清楚 想说你为什么你要去一个 什么小小的新创公司 做什么区块链 区块链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他也没有听过 所以我可能会跟他讲讲 这是什么 这个技术 为什么我觉得他那么好 他那么看重 然后他将来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潜力 虽然他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大公司 可是所有的大公司 他一定都是从一个小公司起步的 所以我觉得我在里头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而且这是我的一个什么的梦想 然后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那然后我会希望说 父母你就给我一些时间 然后如果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里的最大关键是 如果你真心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你的职业的定位 自我的定位也是正确的 你在一定时间中 你理论上应该会做出 一些什么样的战功 你去了一个对的公司 做了一个对的project 然后你有能力参与 你可能至少会做出一个产品 对不对 或者做出一些成绩 之后你就会比较有底气 可以回去跟你爸妈讲说 爸妈你看 我这两年的努力 我其实并不是毫无成就的 我也做出一些东西 这个是我的产品 你看现在多少人在使用 然后你看街头巷尾都在讲 新闻也有提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赚了一些钱 年终分红拿的比较多 你至少也可以让爸妈知道 你们不用担心 我其实过得不错 那如果你的爸妈 是一个正常的爸妈 他只是担心你说 你会不会在台北受苦 对不对 你回家我们家里可以照顾你 反正就多一双筷子 你干嘛一个人在台北那么辛苦 究竟我们照顾你 你也不用赚那么多 爸妈也不是没有这个房子 可以给你继承 对不对 然后你让他知道 我在台北过得不错 你不用担心 你们两老自己好好把自己照顾好 那一段时间之后 我也会定期去看你们 那他发现你过得好 他不担心了 他不会碎碎念你了 那其实你们彼此的关系 自然就又会好回来 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你至少先把自己拱固好嘛 可是如果你就是一直觉得 我要配合 我要配合 你回到了南部 你做了一个你不快乐的事情 那就算你留在他们身边 这个关系我不觉得会好啊 因为你三不五时 就会跟他们抱怨啊 他爸妈当时你看就是你啊 叫我回来 所以你看我放弃的那个好的机会 后来你看这个什么区块链 真的爆发了 然后我就没有参与其中 对不对 我现在只能一辈子 做这个小公务员 我很不爽 他爸妈也可能觉得很愧疚 可是这个时候关系 反而没有任何退让的机会 可是你说你 你真的要回到家里去住 永远可以回去住啊 可是至少先想清楚 什么是你接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不同 有些人他是有事业心 有些人就会觉得关系很重要 有些人就会觉得爸妈开心 才是世界上的一切 那这个我没有答案 可是这个本来就是 大家自己要想清楚的 就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就是你刚才说 厘清自己要什么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过实际上 我们要做到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一点门槛的 所以我想请问 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过去是怎么 做到这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经验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曾经跨不过去的坎 然后你是怎么去厘清 你自己是要什么 OK 我自己其实刚毕业的时候 我确实对职压也是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其实我另外有一场讲座 就是人生难题的系统思考法 那一场其实我就有很清楚的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 或者说我家里 我家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军公教家庭 我爸妈就会觉得 你要好好念书 要上大学 要进大公司 所以我也就一路跟着他们的期望在走 然后等到学校毕业之后 我也进了大公司 我在里头当一个小工程师 然后那个时候 他在台湾承接高铁的传案 我在里头坐了大概三年多 我其实也就是当时那段时间 我就开始跟自己对话 想说我也某种程度达成了父母期待 他们要的就是这样 就是进个大公司 然后可是进了大公司之后 我就想说 然后 然后我接下来干嘛 就这样子过一辈子 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 我觉得我比很多人幸运的一个点 我不能说我厉害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个点 就是在那个困惑当中 我花了很多时间 自己跟自己对话 就是有些听众可能上过 那个Briant天赋与热情 里头有讲自由书写 我是没有用自由书写 可是我大概有可能三年的时间 就是我白天上班 觉得也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辛苦的事情 可是我就一直问自己 然后接下来呢 那当时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因为当时我们做专案 做专案 三年之后高铁结束了 那我势必就得要再去一个别的地方 那我知道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去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 钱多事少离家近 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烦恼的点 可是我那个时候我知道 因为我这个公司 这个专案 差不多就三四年的时间 你最后结束了 你就得要面对下一个 你的人生要去哪里的这个难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跟自己对话 所以我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接下来要去哪里 那大公司他就说 你不要想太多 如果你想要的话 之后我们马来西亚又有高铁的案子 你也可以去马来西亚 继续坐高铁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对我当时其实学生时代选系 也就是懵懵懂懂嘛 我就选了一个 我觉得我以为我会喜欢的独木工程 真的出来工作之后 我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喜欢 我就问自己 那所以呢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做一个事情 是我真的开心 然后我又觉得我愿意 在那个过程中投入 第二份工作 找到了一个我比较想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触 我回到家里 我没有一个明显觉得说 我下班了 我还是会想做一些什么事情 跟上班有关的 我还会拿那个 当时软体的书自己看 不是说老板叫我K 就是我会觉得我很想看 因为看我觉得很有趣 乐在其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这几年 一直都在讲天赋热情 天赋热情 天赋热情 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 你找到一个你的职业 你的人生中 你可以依附在上面 你觉得开心 你觉得快乐 你不会在上班跟下班 有一个那么明确的分野 就是终于下班了 我再也不要看到 上班的那些事情 你不会 你觉得你快乐 因为那就是你真心想做的事 想要请问Joe 就是想要诧题一下 就是 呃 就是怎么样的自我对话 才是有效的 因为 我可能也尝试问自己一些问题 但是 会不会那些只是 只是我自己的一些偏执 或者是 他其实是很多思考上有盲点 所以我们 其实也有收到蛮多信 就是 他可能 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 所以他 找不到自己的天赋热情 没错 没错 好 我觉得第一个 比较详尽的方法 就建议大家来上 Brian天赋热情 那档讲座 可是我今天 我觉得我们今天 在节目中 我想要来聊一个东西 就是 你在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中 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 探索的过程中 你应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可以比别人 更轻易做到 其实就是 这个V018 就是用经营公司的思维 经营的人生 我都有谈到一个概念 人生 你在职业上面的一个界定 不外乎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我本来就知道 我很想做的事情 就是 你就是有一个天生的使命 有些人就是 他很清楚 他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就是想要做某个事情 而且我愿意 为做那样的事情 不计代价 好 这种人 你很幸运 这个很早年的年纪的时候 你就找到 你最想做的事情 那大部分的我们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其实你搞不好 能力并不差 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搞不好 都可以学个80分 大部分会听 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 我相信其实能力都不差 你可能也都是 有一个不错的职业 所以今天叫你去学一个 什么别的技能 你愿意花一些心力 其实搞不好都可以学起来 他都可以学起来 问题在于 学得起来 跟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中 能够突出 这终究是两件事情 所以我通常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如果那种 真的不太知道 怎么样找寻自我的人 我都会建议 你就先从这两个点出发 你问问自己 有没有从小到大 你真心很想做 你觉得你不能放掉 不能退让的 那个事情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你至少找一个 你可以比别人 更有优势的地方 这个优势可能是任何东西 对不对 你的音感特别好 你的文字能力特别好 你的语言特别好 你的规划能力特别好 或者是任何东西 可是重点是 从这两个点 当成你出去 探索的那个起点 我会觉得 或许你会比较容易一点 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像是我们 就是像就刚刚前面提到 我们要勇敢跟父母说 出自己想法 以及探索自己的内心 但是违背父母的期待 就是内心总是会有一点 罪恶感 就是那个罪恶感 我觉得就是害怕父母难过 害怕父母生气 然后甚至父母情绪勒索 我们 然后我们还真的被情绪勒索到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部分 我还真没有一个好答案 因为我得承认 在这个过程中 真的最难最难的 就是那个罪恶感 以及你会觉得 让父母失望的那个感觉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你在另外一边 你得到成就感 你得到进步 你得到回馈 你就会觉得 那个好像你知道我某种程度可以平衡 可是我们其实有听过 有很多故事是这样 就是这个人 他可能终于找到了他人生的自爱 或是喜欢的方向 或是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 然后转过头才发现 哇子欲然而亲不在 然后就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遗憾 没错 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吗 我觉得可以的 有可能的 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先请大家先去探索 你自己真心想要什么 然后你再来问自己 我愿意为我们这个关系牺牲到什么程度 我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共通 可以跟每个人讲说你就这么做就好了 因为大家的那个良耻 可能会在不同的方位 有人会觉得很极端 先不要讲父母嘛 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你周围有个朋友 一直跟你讲 你这样子会失败啦 你不要去做啦 对不对 你来加入这个 对不对 来跟我一起卖直销 一个是你就听他的 跟他去卖直销 另外一个就是我跟他切八段 对不对 我再也不跟他讲话 然后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中间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 你知道科度 就是我可能还是 因为他可能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死党 我不想放弃跟他的这个关系 我可能还是定期跟他去聚会 可是他跟我讲什么 我就好 好啦 有啦 下次啦 下次我一定去听你的那个说明会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每个人 最后你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这个我没有答案 可是你的爸妈的关系 我觉得也是同样的状况 你先想 你的极端可能是什么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妥协 那至于中间有没有可能找到大家都舒服的位置 我觉得值得尝试 值得尝试 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父母真心不可理喻 或者他们真的有一些什么情绪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债务上面的问题 他真的会把你或者你接下来的下一代 或者你的配偶都拖进去 变成一个你叫恐怖的一个大混战 那你自己也要做出一个 你愿意在哪里停下来的一个决断 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直接告诉大家 哦 你就应该跟父母对抗 或者你就应该去配合父母 而是你要想清楚 你如果对抗 代价可能在哪里 你如果妥协 代价又可能在哪里 那至于中间的那个 你知道中间的平衡点会是什么 那这个真的就要试下去 才会知道 我会先建议你 假设你是很年轻的 你应该先试着不当一回事试试看 因为有可能你爸妈真的只是担心你 会觉得你台北很辛苦啊 然后你花了两年也稍微做出成绩了 也稳定了 你爸妈就觉得 哦 其实儿子女儿其实也还不错嘛 也找到他自己的人生了 我们不用太过度干涉他 也就没事了 可是你说你过了一年 过了两年 你的爸妈还是拼命拉你回去 然后各种情绪勒索 你就算做出成绩了 他还是一直说 啊 不行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要想 那我如果要往中间退让 那个中间会是什么 会是哪里 好 因为就刚刚讲到的这个关于 呃 跟爸妈讲话的这个话术 就是其实在课程里有提到 没错 然后老实说 我自己个人跟就说声抱歉 我觉得这很阳奉阴违 然后让我觉得 在我的印象中 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 然后会不会 一方面是我自己有了罪恶感 另外一方面是觉得说 你所谓阳奉阴违指的是说 爸妈就说 哎 你回来 你回来 你就说 我会考虑我会考虑 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继续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 然后 会不会有一天我们 终究要面对 就是前面几集 有一集是提到说 他的女朋友不喜欢 他家里的卫生情况 那就有提到说 哎 那这个情况我们 过年我们就可以出去外面吃啊 然后一年见一面啊 会不会这样一年两年 就这样带过去之后 有一天父母就终于想要跟你面对 或是我们到了那个必须要面对这个时候呢 就是父母有一天跟我说 你讲了这么多年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做 或者甚至把情况拉得极端一点 父母在即将离开的时候 就是说我心中最大的遗憾是 你没有完成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 那关于这件终究要面对的事情 就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 我的想法其实就是取决于 每个人的性格 还有你啊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中 你到底该怎么取舍的那个思考 换言之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一定最后都会到某个点 让别人失望 我觉得这是 无可回避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不太相信我们有办法 让每个人最后都开心 我也不觉得我在最后 爸妈都觉得我是 你知道完美一百分的儿子 可是我就会希望大家 不要把一百分当成你的一个人生目标 那你就要回头想 爸妈一定有一些 她在人生中希望我达成的那个东西 那个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在过程中 跟父母沟通的 像我在课程中有提到的一些方法 一些阳奉阴违的方法 是真心希望大家 你想过了 如果你觉得 那件事情是我真心不能退让的 可是父母可能又会念你 那你就告诉他 啊我会回去思考 我会回去思考 对 可是如果你跟父母聊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父母 真正真正在职业上面在意的 或者是他就是在意说 哦你就是不能离开祖先什么太远 啊或者是你知道任何东西 那你就问自己啊 那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是不是我能接纳的 然后你跟父母讲了你的 感受你的观点 那如果父母真的 他就是觉得啊我不管 啊你就是年轻人 你就是小辈 你就是要妥协 好那接下来的球 其实还是在你手上 对不对 其实球还是在你手上啊 你可以说哦好那呃 我就是觉得我不能不笑 我不能让父母不开心 好那你至少想过了 可是如果你觉得说啊 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他就是无理取闹 他就是不能理解我 他也不愿意呃接纳 我跟他的这个世代的一个差异 他就是希望我要传承一些 你知道我不能再接受的一些呃 这个这个呃传统 可是这就不是我生活上面 我能接纳的 那我也会希望 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把你自己的意志 落实下去 我不会说这是对的 我也同意 这绝对会是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其实才是本质上面 我鼓励大家去思考的点 因为你不可能 让每个人都开心 你也不应该把这个期待 压在自己身上 当你压在身上想说我要让我周围 每个人都开心 我得说你最后就一定会让周围 每个人都不开心 因为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他们就不开心 你也不开心 最后也没有人得到好处 纯粹就是这样子 所以某种程度上 要先接纳自己 不是一个好孩子这件事情 没错 这其实也是课程中提到的一个概念 你从day one就跟自己讲 我到了一个年纪 我不可能让我的父母永远开心 他们一定会有些地方觉得失望 对不对 觉得你看你不爱干净 对不对 觉得你为什么跟奇怪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你觉得他们哪里奇怪 他们也是好人 他们可能只是你知道 穿着打扮身上刺青 爸妈不喜欢 并不表示他们是坏人 那只是爸妈可能不一定看到这个面相 那他们一定会觉得 你看你年纪大了 对不对 你就学坏了 你看了电视 读了一些奇怪的书 然后现在会顶撞父母了 你终究会让他们觉得失望 只是这是大失望 或者是小失望 那如果你发现 你们的旗舰 只是比方说 爸妈可能在意的是说 你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你让他知道 我现在工作并没有不稳定 而且现在可能时代变迁了 你认为的那个稳定工作 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稳定了 这个都是前期可以尝试去沟通的 然后呢 你如果选了一个 你有兴趣的职业 你做出成绩 让父母觉得 其实我儿子女儿也没有那么差 对不对 我以为他很差 所以我想要留在身边 就发现 他自己去的台北也活得很好 那搞不好 他们其实也就没有话说了 可是你这些都努力试到最后了 你发现他们还是有话讲 那有可能真的 时代差异大到无法沟通 或者是他们真的有一些 他们的认知的问题 可是你就问自己 那我愿不愿意问他们的认知问题 为了他们的保守传统 而牺牲我接下来的人生 如果你觉得值得 好 那我没话说 你觉得不值得 那真的很抱歉 对抗就无可回避 那我不是鼓励大家对抗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 一定应该尝试 就是课程中 讲到的一些好方法 那就我很好奇 就是在就是我们那一堂父母课中 就是就在最后一集 有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孝顺 就是你有提到 就是从无孝有三无后 伟大这句话 然后你把它重新的诠释他 就是我们要先过得好 其实也是一种孝顺 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就会想要从这句话 开始出发 然后去重新定义他 然后我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可能对于孝顺 就是孩子们对于孝顺 有新的定义 但是父母不觉得 这个定义是对的 他觉得就是要住家里 然后你就是以后我老了 你要养我 这个才叫孝顺 这样子两代之间 对于孝顺的定义有差别 这样子争吵还是会一直存在 那该怎么办呢 好 我觉得于轩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回归 我们刚刚聊的那个核心重点 就是你前面做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 然后你发现 真的父母没有办法听懂 或者他们就是 站在他们传统的一些思维里头 就是逼你要做一些 你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 做到的事情的时候 最后这一集 就是希望你最后一定要反抗 你真的 你叫逼不得已 得要反抗的那个moment 给这些听众一些底气 你不是做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情 因为你真的听话下去 你可能最后你也没办法开心 你最后会有埋怨 这整个家族的你知道气氛 还是会坏掉 那可是你要走出自己的路 你会有罪恶感 就像刚刚你们提到的 会有罪恶感 会觉得不舒适 会觉得这样子我真的对吗 对不对 那种种种种这些情绪 我就希望给大家一个概念 你其实还是在做一个孝顺的事情 因为你试着保全你自己 你不是为了一个余孝去牺牲了一切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人会觉得 因为父母就是天 我把所有东西都去配合他们 然后我自己过得可能很悲惨 然后我回家 回到自己伴侣的家 跟伴侣吵架 跟小孩吵架 所以反而这些困顿的情绪 会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 这个也不表示对父母就是尽孝啊 因为你会希望 你能够给父母的下一代 也就是你自己 跟你的下一代 更好的一个状况 更平和的环境 更温暖的包容 让你跟你的伴侣的关系好 让你跟你的子女的关系好 这些东西都有了 虽然父母不开心 可是其实你在实际上面 没有对不起他们 这个是我会希望 给大家的另外一个认知 你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并不是说 因为我不听话 我就是坏孩子 可是你从一个 更高层级的角度中 你其实做的对的事情 那我希望的是 你能够安抚自己 所以这个认知 不是说你要拿去跟父母讲说 你看其实你知道 舅跟我讲说这个是对的 所以你要改变观念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告诉你 你没有错 如果你走到这一步 你真的真的真的 得要活出走出你自己的路的时候 你勇敢一点 因为这个勇敢 其实也是为了让你的父母 将来到了天堂 见他的父母的时候 他可以跟他讲说 来来来我儿子 我女儿其实过得不错的 虽然他们不听我的话 可是最后他们过得不错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孝顺 这其实是一种孝顺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 父母关系的问题 其实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堂课 就是就做的这一堂V029 成熟大人跟父母的相处知能 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地方呢 好 这一堂课其实我比较是着重 希望所有有父母冲突的 这些听众朋友 因为其实大部分这些朋友 可能都是30岁上下了 因为你可能也差不多出来工作了 就是如果你更小 本来你听父母的话 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件事 可是你自己都已经独立了 打出来找到工作了 你发现 父母还是这样子一个控制我 管束我 给我建议 给我要求 可是我觉得很困扰 然后我又不知道 我该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这堂课其实就是希望说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局的观点 其实我们都是在讲局 先跟大家分享 父母到底背后在想什么 就是大部分的父母 我猜了 大部分的父母 他不是恶意的 他其实背后 还是一个善意的出发点 只是因为他跟我们的世界 可能已经差异很大了 所以他的关心 他可能用了一个 错误的方式包装 但是如果你能够听懂 你能够体察 他们背后到底在想什么 有可能你在回应上面 你就不会那么生气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他可能只是担心你日子过不好 所以他一直叫你回家 他一直跟你讲说 你赚那么一点点钱 那么辛苦干什么 回家爸妈养你 反正就多一双筷子 你以为爸妈出不起吗 然后你就觉得 可恶 爸妈觉得我能力很差 觉得我被看扁了 所以你要跟他吵架 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所有 他们可能会讲这些话 背后的动机都已经理解了 你搞不好就会用一个 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你的爸妈 说原来他们可能只是担心 他们可能只是因为 课程中讲到的 这个B原因 C原因 D原因 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不用跟他们动气 那你就可以心平气和的 跟他们讲话 反而关系就会好起来 这是第一个层面 我会希望有些听众朋友 可以达到的一个成效 再来你也可能会发现 你的父母还是很卢 那我也会教大家一些方法 去处理那个当下的卢 甚至是包含刚刚小六提到的 在某些情境中 我们搞不好值得 而且必须去养奉英伟 因为你去吵架 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其实你这个脉络之道 你会发现他这个冲突 他不可能会退让的 比方说他就是支持绿 或者支持蓝 你一直跟他讲说 哎呀你支持那个候选人很烂啦 那最后只会吵架 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可是你如果跟他讲说 好爸妈 这次我就听你的 那反正你进了投票所 你还是会投你想投的 对不对 这根本不会有任何冲突演化下去 因为把政治带到家里头 我个人一直觉得 这其实是没有意思的一件事 还有很多的这个冲突 其实背后都是类似的一个考量 所以你会有一个知道原因 你知道可以怎么样采取一个执行策略 慢慢慢慢的 你把自己巩固好 你把自己照顾好 这是第一步 然后你再来想 我行有余力 我可以怎么去承接父母的情绪 我没有要大家去你知道 就是跟父母去对抗 去敌视 去吵闹 那是不值得的 父母关系本来就还是我们人际关系中 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 这个是要巩固的 问题是怎么巩固 好好的巩固 还是吵吵闹闹 一辈子 对不对 又切不开的那个连结 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达成的 至少能够在这堂课达成的 好 就是今天很谢谢Joe的分享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厘清了许多 因为其实我也是有参与制作这一堂课 那其实在这堂课制作过程中 自己就有很多的反思 跟很多的疑惑 不管现在在听的听众 你有没有买这堂课 我觉得都很值得来听听这一集 就是就对父母关系的分享 我觉得 好 我觉得 因为三位其实都有参与这堂课制作嘛 你们要不要分别讲一个 你们参与结束之后的一个想法 好 我先说好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要怎么样让我跟我的父母关系变好 这个方式跟我想的不一样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堂改变自己的课 它不是要来改变父母的 这是我的想法 好 那米妮觉得呢 因为这堂课做完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嘛 我觉得这堂课从我制作到现在 给我一个最大的反思是 我一直觉得 以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跟父母之间的一些 互相拉扯 它最终会以一个 不管是我跟父母妥协 或是父母完全跟我妥协 这样的结局来结束 甚至讲的真实一点 我可能会期待有一天 父母跟我道歉 就是我会觉得 之前他们对我的一些情绪勒索 是他们必须要 发现那是错的 然后完全向我道歉 但其实从旧的课程里面 我发现一个这样的 对我来说完好的结局 其实不真的存在 就是他这个过程里面 他需要很多的沟通 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心理上的 改观改变去认知 这整件事情 而不只是单方面 一个人来向另一方妥协 我觉得这是 做这整堂课程里面 最打破我原本认知 然后一直影响到 我目前或者是 以后的一个认知 期待父母道歉 这应该是 比较难达到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觉得 把自己巩固好 你真的就会在这个关系中 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看事情的角度变了 很多时候 你心情真的就会不同 然后问题 其实以某种程度也是解了 我自己在做这一堂课的时候 其实我会跟 就是大部分没有买 这一堂课的听众 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就是想说 我学这堂课要干嘛 就是我学了 但是我的父母 观念又不会改 那我学了 就是问题还是一直在啊 那这堂课可以带给我什么 但可是就是 像Joe或是小六刚刚讲的 这堂课其实就是一个改变自己 然后寻找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 以及就是去改变自己的观点 去面对父母关系 或许我们可以看得 就是更加的 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有一集 其实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就有提到 就是面对父母的固执 就是像是父母就是坚持他们要去相信一些传统的疗法 但是你怎么样说服他们都没有办法 但其实或许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去说服他们 有时候就是去接纳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 就像他们小时候会干涉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什么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 或许就是彼此 就是算是课题分离吗 你管你好你自己 我管好我自己 就是与父母的相处会比较顺利这样子 对其实我看到 如何应对父母的固执这堂课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有感触 那至于该怎么做 我觉得课程里面有提供非常多好的办法 那堂课我觉得最大的真的是提供自己一个反思 因为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固执的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啦 就是我猜啦 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我是好人 可是其实你真的让自己有能力退一步 你试着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你还是潜移默化的被父母影响 然后你不知道 然后你会觉得我其实跟父母不一样 可是你稍微退一步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是一模一样 你知道原生家庭非常非常可怕 又在这里 我们终究是被影响了 只是我们不自知 可是你退一步 你发现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然后你重新检讨自己 那你其实会做不一样的行为 你的行为某种程度慢慢会引导别人 改变他的行为 他如果是个好人 那最后你们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他不是好人 你也就知道他不是好人 对不对 那其实你也就看懂了这个局 这其实就比较是我会希望说 大家在人际关系中啊 能够透过这些方法 能找到自己定位 能够观测清楚最核心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 那也希望说呢 有传达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跟各位听众 那如果你也觉得呢 这一期节目对你有一些什么出发 或者有一些什么帮助啊 那欢迎你可以在这个节目下面 留言给我们一些分享 给我们一些鼓励 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分享 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我们后续呢 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共同学习 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